Hello 大家好 就說一下 嗯 不強求 嗯 怎麼說呢 因為很多事情吧 它不是強求能得來的 是你的時候呢 自然是你的 自己去找的時候呢 是業 有善業 有惡業 這句話呢 其實也不是我說的 但我能夠理解 嗯 就是啥吧 你自己去找 要麼你找著好的了 要麼你找著壞的了 因為你總是有一個 刻意之間事情發生 所以呢我就不強求 啥吧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來說要和我一塊住嘛 嗯 但是後來呢 不知道他這邊呢 是什麼原因 後來他不搬來了 其實呢 我是挺希望和他一起住的 因為他是個非常非常好的 好的人 我把他當作阿彌陀佛 他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挺想親近阿彌陀佛的 我真的挺想和他一塊住的 可是 其實 我不能說 嗯 我也不能去強求 所以我只好說 那來住就來住 不來住就不來住 嗯怎麼說 其實我境界沒那麼高 我心裡挺想和他一塊住的 可是我深深的知道 我不能去攀緣 也不能去避緣 如果有一個是該來的人 那他該來 那如果我去強求 一定要和這個我喜歡的這個朋友住的話 嗯 那也不好 所以世上呢 我沒有去說 也沒有去做 嗯 但是心裡其實我知道 我挺想和這個朋友住的 嗯 有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 嗯 自己想什麼 喜歡什麼 可是呢 我們是有理智的人 我們是有智慧的人 事上不能去那麼幹 不能去強求 嗯 嗯 其實我境界沒那麼高 嗯 我也修行的沒那麼好 可是我相信大家 一定會做的比我好 加油 阿彌陀佛